哈囉大家好,我是巧克白 歡迎回到麥塊小學堂 這次的內容是一個全新的系列 我要來跟大家介紹各式各樣的機關門 那這個機關門有可能是一般的機關門 也有可能是隱藏門喔 那在這個系列裡 我會把門本體以及門的開關 給分開介紹 這樣的話,大家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開關 以及最適合自己家裡的門 然後組成自己的機關門喔 嘿! 好,那今天是這系列的第一部影片 我想要來介紹一個雖然年代有點久遠 可是它是一個很經典 然後又有一點小小的有趣的一個開關 首先呢,我們需要一隻紅石火把 那也只需要一隻 因為這個機關 這個開關它是會退還給我們的 像這樣 這樣 這樣的話,人家就不知道 那個開關是哪一格 然後出去的時候也是 像這樣 就會出來了 那這個火把插在其他格都沒有效 一定要是我們設計好的那一格 像我這次設計的就是這一格 好,那我今天要教的就是 這一部分的這個簡單的小開關 這個開關啊,非常的簡單 用到的材料也就是我手上拿的這些而已 喔,這個只要一個 好,首先呢 假設我要設定的是這一格 那我在這一格的底下 放一個朝向這個方向 K的活塞 這樣子 然後啊,我在這裡插火把的時候 這個活塞會伸出去 這樣就對了 那這個位置就是對的了 好,這樣就可以囉 在這個活塞的這裡 放一個紅石磚 那紅石磚會不會推來這一格對不對 所以這裡放一個中繼器 這樣子 然後這邊放一個方塊讓它充能 上面插一絲紅石火把 上面再放一個方塊讓它充能 這裡再放一個黏性活塞 就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方塊把它補回去 這樣子我們就成功囉 我們先來預期一下 當我的這個 紅石火把插上去的時候啊 插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活塞 會把紅石磚推出去 所以這個訊號會斷掉 這個就會縮回來 然後同時一縮進去 紅石火把就被拔掉了 所以,來,我把它打開好了 像這樣喔 對不對 所以很簡單吧 然後啊 還有一種是 這個方塊不是被往前吸 而是被往下吸 這個也很簡單 而且要用到的材料啊 不需要紅石火把 但是需要一個紅石粉 就是省下一個木棍 好 那一樣假設我要吸走的方塊是這個 那我在下面一樣放一個 黏性活塞 可是這個活塞是要向下的 這樣 然後它旁邊 放一個向上的 目的就是吸 這個牆壁方塊 好 就先這樣子 然後這裡一樣推一個紅石磚 那這次紅石磚輸出訊號的地方 不是伸長之後 而是在伸長之前 就要輸出訊號了 這樣 然後這裡放一個方塊 讓終極器充能 那這個終極器要調到第二個Tick 好 上面放一個紅石粉 讓它充能 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把它打掉好了 那結果就是一樣的 插紅石火把的時候 這個就會縮下去 把火把給彈走 咻 這樣 那 因為這裡調到第二個Tick的關係 所以它會比剛才那個慢了一點點 慢0.1秒 所以應該也還好 好,我們把它填起來 就會像這樣 那這兩種啊 都要記得在後面補個方塊 才不會看起來好像 吸走就破了一個洞 想這樣 好 也就感覺出慢一點點嘛 那這邊這一台啊 是 其實那兩台都是我精簡過了 然後 改成比較好蓋的方法 這個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的那一台 它比較難一點點 然後要用到那個BUD 方塊更新偵測器的那個原理 那它的反應就是超級快 在我插下火把的瞬間 這個 這個方塊就被洗走了 對不對 那這兩個是比較好蓋的版本 所以介紹給大家 好的 那這個開關都會蓋了之後 要怎麼樣接到門上咧 就是說 它的訊號輸出點在哪裡咧 當我們啟動開關的時候啊 這個紅石磚會被推到這裡對不對 所以 這裡當然是一個訊號輸出點 好 我來假裝一下 這個就是大家的門 或是其他機關 像這樣 有沒有 它就會啟動 那這個中繼器會對這個方塊充能 所以這裡 當然 也要是一個 就是訊號輸出點 像這樣 嘿 對吧 那不管是從哪裡輸出 大家應該都發現了 如果這裡真的是一個門的話 我人都還沒過 門就關起來了耶 我一定會夾到啊 所以 這個訊號輸出點啊 要接一個訊號岩石裝置 這個我之前有介紹過了 那如果忘記或是想要了解的話 可以看一下這部影片哦 大致上就是像這樣 把比較器串在一起 那上面的任何一個紅石都可以當作訊號輸出點 就會像這樣子 嘿 這裡就是大家的門或是其他的機關 那當我啟動的時候 有沒有 它就會持續的比較久 然後才慢慢的滅掉 要讓一個人可以通過 我幫大家算過了 大約只要四個比較器 將串 這個訊號長度就足以讓玩家通過了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剛才這裡 究竟是怎麼蓋的咧 這樣 好 這裡 這黃色方塊就是這次介紹的那個開關 那粉紅色這個區域啊 就是訊號岩石裝置 那這裡是我把訊號岩石裝置 接到了這一坨紫色的就是門 那門我今天不打算介紹 那 下去之後總要上來的對吧 這樣 嘿 嘿我沒有撿到火把 嘿嘿 上去的這個壓力板啊 也很簡單 我直接把它接到 訊號岩石裝置上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 接上來 這樣它就可以運作囉 就變成雙向的了 所以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呃 開關 好的 那今天的開關就介紹到這裡囉 那未來啊 也會出其他的門 然後可能會有更多的開關 更多的門 然後讓大家自己去組合 那 如果你們有在哪裡看到很酷的門 或者想要了解什麼樣的機關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哦 我會試著去介紹那個裝置好不好 好 我們就下次麥塊小學堂再見囉 掰掰 咪嚓 谢谢大家